我准备改造一处小院子 来实现自己理想的田园生活 这是一套年龄比我还要大的老宅 房子为三间正房 一处仓房 房子早已荒废多年 野草遍布了整个院落 毕竟沧桑的老木窗 也已经破败不堪了 那个年代的房子 几乎都是纸糊的顶旁 屋面的底部用的街杆铺设 黄泥做的泥墙 还算规矩的厨房 也已经堆满了杂屋 今年雨水比较多 院子里的草疯狂地长 已经完全看不出来 庭院原有的样子了 接下来将是开启 我改造它的时刻了 造查布斯饭不香 夜不能寐的 我太难了 你看看又在那行思啥呢 这大石头能用的 这样我说 你这龙本跟我打石头不容易 你别说这大石头真挺好的 我觉得能有用的 要不改个石头小院 石头围墙 这堆石头到底是留下来了 没舍得了 准备回去研究一下 既省钱又时髦的一个东西 在萌宝买的 配了10米的管 压水井呢 完全需要自己手动来安装 不用担心它是有教程的 一学就会 也并不是很复杂 正好提高了自己的DIY能力 如要是这个下端口与水管连接 一定要密封好 否则会因为漏气 水压不足 达不到供水的效果 来吧 我们看一下安装好的效果 哈喽我是大果 今天我的山蛇小院正在测量窗户 在改造这个小院之前呢 就一定要把现有的半截窗 全部变成了近在眼前 此刻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在室内透过窗户 看到整个院落 那场景太哇塞了 这个大玻璃窗的改造 现在绝对是我最期待的效果之一 所以不惜重金 也要把它完美展现 期待一下效果 供暖方式为柴火罩 带水地暖 今天我讲一下它的排烟方法 我购置的是一个成品柴火罩 因为我需要穿墙体排烟 所以我需要焊接一个不锈钢管 后端的排烟管直径为一百 我们一般常用都是铁皮铁管 造价确实低 但是它用的年限很短 没有不锈钢用的时间长 想要更加的牢固 避免后期管体生锈漏风等因素 前期材质一定要选好 最后呢再找一位专业的电焊师傅 一定要用不锈钢材质焊锡条焊接上 这样的密封性才会更好 地面怎么做 既省钱还能出效果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材料 我采用的是水性还养防鼓地平漆 通通一点讲 就是刷在水泥地面上的一种漆 它有几个优点 一是容易施工 二是环保 可以急刷急注 因为是水性 三是造价比较低 施工方法 首先把地面打扫的干净 有条件的话 可以用吸尘器把灰尘吸干净 漆的话是成品状态 来的时候已经是调好 然后直接就可以用大滚筒来涂刷了 建议自己可以准备一个长把手 滚刷的时候就不用一直蹲着 会累膝盖 边角嘎拉地方呢 可以用小滚筒或小毛刷来刷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一个人完全够用 就是需要一点耐心 下一期我会讲解一下 我为什么选择这款材料 这样会显得小院干净整洁一些 那么说干就干吧 看着是真简单 等实际上手了之后 才发现这原来是个技术活 专业的事还得找专业的人干呢 而这干活的效率 属实不如旁边专业的师傅 院墙的凹凸面比较多 这是挂的第一遍 在干透了之后啊 挂第二遍 整体效果会好一点 刮完效果是必至前的效果好很多 一起看看完后怎么样 快前改到这个破地面 把它做成停车场 这是以前长满了野草 和旁边王大树家种的菜 首先我需要找一个 拥有蓝强技术的挖掘机师傅 果然只用了小半天的时间 原来的杂头丛生 已经一味平地 让我也有了想学挖掘机的冲动 接下来沙石材料进场 一彻彻远远不断 工人师傅也陆续到达 热到场面非凡 我好似看到许多钞票的影子 顿时让我袭击而起 材料用的是大狮子 沙子 水泥搅拌混合而成 至少也得用十多方的料 地面的厚度平均值在十公分左右 靠原墙的部分为最高点 那里打的需要更厚 这里需要做一个缓扑 下雨天不积水 这会导致成本增高 因为打的越厚 材料用的越多 费用也越多 难怪材料店老板说干完再算 我顿时领悟了 虽然此刻的心情 真是一个头比两个大呀 但是我好像也没什么退路啊 这两天呢没有更新 因为我在小院干活着 也身在其中 就是太累了 太忙了 来到小院就别端着身子了 哪里都是可以亲自上场的活 这些木制作 是改造小院室内遗留下来的 当时拆除也没有清理掉 堆积在小院里 接下来就要改造室外了 这些东西统统挪走 改造小院过上田园生活 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有亲身经历 才能体会到一些来之不易 生活的乐趣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追求的不一样 想要的也不一样 我发现了几件老家具 想把它保留下来 等重新打过上棋 让它重获新生 清理院子真的超解让 这么勤快的小伙子 也已经不多了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话不多说 开干吧 总有干不完的活 老粉呢都知道 我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 当时呢想着做个池子 最后放弃了 决定舔上它 在改造过程中 有许多的变动奇特的想法 要随时做好调整 我们有时会觉得 一些事情比较难 但是真正做起来了 就没那么困难了 就像我没改小院之前 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力量 身子板会这么好 如果你们有这么大院子 你们想怎么改造好呢 院子清理差不多了 忙了大半天 也到饭点了 给师傅们做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 要做一个室外灶台吗 没有室外灶台的小院 总感觉少了些烟火期 更何况我这么爱做饭 在忙碌的生活 也要找一点乐趣吧 货照 第一道菜我都想好了 蹲大能 烧烤台 这绝对是户外的快乐呀 设计在院墙的西边 也是靠山这一侧 我为什么要在这设计呢 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因为后期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设计 地面的水管 有条件的可以包一层棉 对于冬天来说呢 可以增加一点安全性 我的小院灶台 朋友们觉得如何呢 有着急的小伙伴 问我摇炉做的怎么样了 看得出是真期待我的摇炉啊 他也是全村的希望 所以我慎重再慎重 绝对不能让他翻车呀 这个区域 不单单承接的是灶台摇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以至于我把小院的灶台区 设计在西侧 而放弃了东侧 爱动脑筋的小伙伴 应该能猜到 我现在在做什么了 工序是需要一步步来 施工的步骤 是先打好灶台区域的地面硬化 之后在地面硬化上 再做摇炉 包括柴火灶等 请小伙伴们耐心等待啊 接下来又是一车车杀石料 我好似又看到许多钞票的影子 我为什么要说用呢 这段台词好耳熟啊 硬化的地面基础呢 需要用石子铺垫 然后再浇灌混凝土 最后用水泥收光 有条件的 可以加钢筋这道工序 地面会更加老实一些 小院整体的地面硬化呢 我分为两次进行 靠西侧的灶台 包括小动物区这边先打上 因为涉及到制模板 来回尽料等其他施工工作 还有小院之前挖的坑 再沉降沉降 所以呢 其他区域的硬化 作为第二次再做 已进入四月份了 大连的天气是真的好啊 天暖了 花开了 空气仿佛都是甜的 美好的世界 原来这是楼梯的立柱啊 按师傅话说呢 就是粗了一点 但是结实啊 这可真是粗一点点啊 确实肉眼看得出很结实 楼板层高局限 旋转楼梯设计为270度 共13步 踏步采用的是 方花花板钢板 扶手是铝管 立柱是270的贴管 按工师傅这两天效率挺快的 一天搭棚子 一天建楼梯 嗯 就是带了点晚上 嗯 没事 还行 说实话 干这种技术活确实也不容易 这些是抹不掉的记忆 长大后 离开家乡多年发现 儿时的过往只存在记忆里 所以我决定把这童年的回忆 找回来 重新建在我的小院 柴火灶的设计 根据我们当地传络的做法 不需要特别的装饰 借尽自然感 我决定就地取材 先用红砖器土造的基础部分 拆下来的旧栏杆 当做卤壁子 院里的土是特别好的泥料 但是我需要筛一下石子 但这也难不到我 毕竟我是有13年 房屋改造经验的设计师 于是我找到大黑上厕所的工具 虽然它对我好像很有意见 但是 别说还挺好用的 老师傅说 等他再干几年 就会老家养老了 他还挺怀念 老家土的都掉渣的彩虹招 趁着现在身体还可以 再多赚点钱 老了 总归落叶归根嘛 这也许才是老师傅 最想要的生活 有很多小伙伴 担心通风 重属等问题 既然选择了 我是能接受的 事情都做不到实权实美 也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至少我是很满足 并且很享受 小院带给我的这种感受 如果你也喜欢相处生活 不妨来到小院 感受一下 这人间的烟火 没错 是能烤土鸡烤面包 烤披萨的摇炉 摇炉的尺寸是一米乘一米 先雷好基础的台子 再找到一块废弃的水泥板 用作摇炉的底层盖 这可不轻啊 三个成年人抬的都费劲 我发现点小状况 我只能咋算的 想必大家也看明白了 咱家三十年的老师傅 也有翻车的时候啊 生活中也有很多事情如此的 过程重要还是结果更重要呢 但在我看来 开心最重要 接下来呢 再做底层的保温 铺设一层石子 再放置酒瓶子 这是要保证摇炉下方的保温层 下期呢 咱们做难度大的部分 盖出拱形的顶 摇炉的灵魂就在于此了 那就请拭目以待吧 App住高温就会开裂 吊炸 材料也齐了 那就开始整活吧 早在几天前 我就把摇炉的方案 跟老师傅敲定好了 老师傅的思路很清晰 按照我的设计方案施工 过程中完全不用再探讨 并且在一些细节方面 钻一钻之间的钩缝 也处理得很到位 跑一壶茶的功夫 居然要齐好了 又要实现万物皆可口了 掏灰匹柴 生活做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树底部的周围圈出来 食料开始进场了 材料店老板早就望眼欲串 等待这一天了 一车车食料 好似不要钱一样的送来 不知为何我内心激动且忐忑 师傅们也干劲十足 好像有无形的动力 食子料平铺满整个院落 作为电层料 高度约5公分左右 我的整个院落 计划是打10公分到15公分 硬化的高度 取决于地面的平整度 和将量链打的坡度 食料的面层上面 铺设成品的钢网 有条件的建议选用钢筋 质量会更上一层楼的 接下来需要到傍晚 红外线定点 硬化地面最终的高度 漫漫长夜 激动着寝室难安 等到了天明 强同的场面 又是一车车搬料进场 车里邻居想着 这是要干大工程啊 材料店老板想着 这个月业绩 会像过山车一样的飙高 师傅们想着 下班回家可以多喝两杯了 混凝土搬料灰田之后 师傅开始用靠齿平摊 再用水泥抹光机压实抹平 在一至两天之后 就可以上人了 切记别忘了 一定要浇水养生 时间把粉丝架的 农房小院打翻新 带大家看看 四十多年的老房内部的空间 这是把西边 第一个带康的卧室 这是刚进来的门厅 继续走 这是第二个带康的卧室 最东边 这应该就是厨房了 有灶台 有洗手池 共四间房 在对老房拆除前呢 应对整个房屋进行检查 老房拆除 积入几个点 一 主体结构是否有塌陷 屋顶是否存在漏雨等 二 是房屋的水电老化严重 农村老房水电走线 往往比较混乱 安全隐患很大 三 是室内的墙体 需要加固 视频中的墙体 用的结杆抹上泥土 根本不承重 有些地方都出现了裂痕 拆除清理完 感觉整个室内的空间 透亮了许多 接下来就是规划布局 重新弃墙了 龙骨用的是四乘六杖子松 面板用的是2.5乘9.5杖子松 现做地台的基础 间距是40厘米左右 做好基础后 面板与龙骨用不锈钢螺丝钉固定 改造小院一直遵从着自己的想法 在100个人眼里有100个样子 100个人嘴里有100个我 做自己喜欢的事 去实现落地 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在安装过程中 遇到转角或异形 需要切边修行 安装师傅会麻烦一些 我想到夜晚营造出浪漫的小院气息 需要加上户外灯带 一定要选择暖光色 相信我 氛围感会 这是一条蓄谋已久的小水沟 在今年3月份清理院子的时候 我就决定找一块地方做一个小水沟 因为一直想要一处水溪 于是就决定了在这大树旁边 让小院添加一抹风采 先去实现那些容易实现的小梦想 也是时候改造它了 决定自己动手 做一个减板的生态小水沟 水沟长约5米 宽600 在沟地上找了剩余的五纺布 在水沟底层铺设上 防止小石子和一些野草生长出来 再铺上一张厚一点的防渗膜 灌满水 明天看看水量有没有减少 下一步就是增加水沟的景观处理了 期待一下我这梦想的小水沟 现在的入户大门 我决定更换了 之前用的防抚木做的大门 虽有年代感 但是稳定性不是很好 出现了变形的状况 于是赤字重金定做了一个金属大门 门正在路上飞奔而来 水池这块有粉丝建议不要整 其实加上个过滤器水循环泵就没有问题了 有水才能招财 风水这块咱也得讲究一下 门口这位置是给咱家的看门神 安置一套顶级豪宅 开始想养只狗逗我开心 后来发现我想让它开心 调皮就调皮健康就好 再有一周所有的收尾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到时给大家派一下成品效果 敬请期待 房屋主体相对完好 不用拆除翻件和大面积施工 如果是一家三四口或是给老人来居住 房子面积在60至80平左右比较适宜 农房得房率比较高 面积过大住起来不舒服 改造成本也高 院子在150至200平左右为一 有足够的规划空间又不会显得太空旷 一山靠海的优先选择 先选靠边的房子 面积大小更选独院一个标准 考虑到施工和以后生活 靠边的小院方便一些 中间的房子涉及到施工时 沟通成本极高 如果再遇到不靠谱的邻居 那就麻烦了 好的邻居 我觉得也是选小院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定的提前了解一下 左邻右舍的情况 不然后患无穷 再就是安全性差了点 担心我家狗子趁我不在离家出走 于是决定整个好点门 说个那就开始吧 第二天一早就送来了 坐大门一定要弃两个大柱子 柱子越大 柴气越大 原来洞口受限了 再弃立柱 洞口就更小了 又不想打破坏 决定立柱平立到院墙外侧 接下来就是做屋面模板 放入钢筋 倒入混凝土胶筑 晾干个三四天就可以拆除 门的款式很多种 这样这样这样 豪气的大门都不是我的猜 这款现代的新中式 简单大方就挺好 这款铝鱼大门不易变形 不生锈 稳定性很好 这两天温度很高 安装师傅已经光芒的开始干了 安装大门的长存一定要大 稳固结实吗 这里明显是抹灰时候挂后了 需要打掉一层表皮 小小的饭车还好问题不大 不一样的入货大门 给人不一样的感受 旗帜这不就上来了吗 看一下最终效果吧 我听见一个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院增添一处风采 也是有美好的祝福在其中 水池为弧形 高度约400左右 后面流出空地 两侧眼展出墙 长梯做植物景观 上水 电源 放置循环棒过滤器等设备 在这区域 长梯气完抹灰后再做上防水即可 鱼翅的深度没有做很深 因为冬天不会考虑在外面养鱼 东北的气候 建议冬天室外涉及到水的活动都停止 全部上锁 鱼翅的基础做好后 家山和植物就可以进场了 再蒸上几条小鱼 这感觉不就上来了吗 这样有瓜有水有鱼的一处景观就做好了 最后看一下安购后的效果 不管咋说 也算是个包工头子 这条视频呢 就是记录了一个潇洒的包工头子的日常 我是大国 从事装饰行业13年了 目前专注于乡村小院改造项目 因为一直深耕装修行业 也赶上了地产红利期 多少取得了一些结果 但是呢 总感觉还没有找到真正的事业方向 直到我开启了乡村小院改造之旅 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事业 其实呢 我还有一个远大的梦想 就是改造出很多很多漂亮的乡村小院 在我与小院业主们沟通的过程中 大家直接需求基本都是给孩子一个亲近自然的地方 给老人一个能种菜养花的地方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 其实我是能感受到大家内心更深层的需求 是对过往生活的怀念 小时候呢 一心想要逃离农村摆脱乡下的地方 此刻渐渐明白了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想要回去 小院呢 就是我们那些需求的应召 是一种伴随着年龄增长 渐渐认清自己内心渴望的表现 对我来说 改造小院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赚钱 与小院主人共同憧憬乡村美好的生活 实现他们的小院梦想 但我也深知 梦想是人们在酸甜苦辣中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得来的 梦想是在坚持 努力 汗水与泪水之上 我愿用心情和汗水 坚守这份平凡的乡村小院改造之路 这是更能体现我价值的地方 在改造小院这条路上不断地前行 路途上虽有艰难 挫折伴我成长 雨后的彩虹是最绚烂的 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多彩 也是为了活着更有意义 感谢这一路粉丝的认可 业主的信任 你们让我走得更加坚定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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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